同样是新庄的消息要带您看到的就是呢 这个太风里呢在中秋节的晚上举办的晚会 还顺便结合了环保节能活动 而里长呢在致辞的时候非常开心的表示呢 原本这个当天应该是要下雨的 不过可能是这个上天看到了里面们的热心 所以才感动到呢让天气好转 平常就有在推动资源回收观念的新庄区太风里 日前特别挑选一个好日子 举办一场名为环保节能宣导严席活动 接着和李明交流意见 里长说云鹏他还在烦恼活动进行的时候 与神可能会来搅局一下 不过一切顺利圆满 里长猜想说不定和李明踊跃参加环保工作 有关感动老天爷才没有下雨 非常的成功 因为今天你看我们的李明非常的踊跃 那当然今天我们是用环保节能宣导 我相信我们在地的这些李明 他们都能感受到 我们的老天爷今天就没有下雨了 那我非常的谢谢 这些人平日的辛勤的工作 非常的感谢老天爷 为感谢参加李明 主办单位准备金莓礼物 透过摩采和大家同乐 抽奖者与梅中奖者之间却是两样琴 很高兴抽到烤箱 对然后因为家里也很缺 然后今天更好跟阿嬷过来 然后也有很幸运去抽到这个烤箱 对然后真的感谢里长办这个活动 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抽到奖 但是很感谢里长 在今天晚上举办这场的中秋晚会 谢谢里长 没有让大家都很开心啊 然后因为里长特别有说 今天的奖品很多 但是我也想希望把这份礼物 能够让别人都抽得到 里长办活动 不论大人小孩 几乎是全家总动员快乐共享盛局 现场气氛可以说是热闹滚滚 永家乐新闻在新庄采访报道